鳳山就是一个愿意给这样年轻人机会的地方 我觉得这应该是关键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应应该就是在罢名吧 当然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温暖的鳳山的相信 就是一直以来其实都对我很照顾 然后一直栽培我 所以这四年的努力大家也都是给我满满的肯定 那当然也是给我更大的期待 这样对我的托付也是给我一个更重大的责任 所以接下来其实我知道自己的肩上的责任也更大了 接下来一定会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 然后努力回报大家对我的肯定 选选当然是很感谢啦 然后开心是一定的 就是知道说大家对我是给我一个好成绩 代表说过去我这段时间的努力的付出 大家是愿意给予肯定 这四年来到我觉得跟我历经很多的考验也有关系 包括说在议会努力的表现 然后还有地方在服务 因为我算正很年轻 然后也没有什么背景 可是我觉得鳳山就是一个愿意给这样年轻人机会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其实大家会知道说这样的人要给我腾起 我觉得这应该是关键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应该就是在罢名吧 鳳山是一个非常民主然后有集体智慧的地方 所以也因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大家又把我留下来 然后这一次也让我顺利连任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很感谢鳳山这样子孕育我 跟赞陪我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一次的感谢这些相亲做我的肯定 接下来一定会好好努力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